周三,好莱坞知名导演库格勒证实,他在亚特兰大被乌认为是银行劫匪而被警察拘留并戴上手铐 是若干吗? 是若干吗? 若干的若干人打算? 我拿过我的兵的严重 若干的,若干的仇人 我说叫什么? 是这种手机的? 是,若干的 是,若干的 据一份警方报告称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份 当时这位好莱坞最有前途的导演之一 去美国银行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分行提取大笔现金 当时库格勒戴着帽子 太阳镜和口罩 走到会台前递给银行工作人员一张提款单 该单据的背面还写有一张纸条 据说上面写着 我想从我的支票账户中提取12000美元现金 请在其他地方进行点钞 我想谨慎行事 取款金额之大引发了工作人员电脑上的警报 这张纸条还促使工作人员误以为 这可能是一场抢劫案 该工作人员通知了他的领导并拨打911 警察抵达现场后给库格勒戴上手铐 据悉 库格勒一直在亚特兰大拍摄黑豹的续集 这是一部于2018年上映的美国超级英雄电影 剧情改编自漫威漫画旗下同名漫画人物故事 库格勒是该片的导演